十一月四號 禮拜二日 先一開始我們來關心天氣概況 把時間交給韓英 韓英早 好 閑英早安 大家早安 我們來看到今天其實呢 清晨的溫度跟昨天一樣都是非常低的 那這幾天的話 溫度感覺都像溜滑梯一樣 一下子就變冷了 所以提醒大家 這天出門的時候呢 都一定要記得多加一件衣服 像是一些包床袖那些 都趕快拿出來做準備了 那麼今天早上的溫度方面呢 像是北部的淡水地區 出現了16.9度的低溫 那麼中部的嘉義 也大概在17.3度左右 其實可以看到 早上的溫度狀況都是蠻低的 那這幾天都是一樣 早晚都是偏涼的 那至於中午的溫度呢 大概也都在26度到28度左右 除了南部地區 有機會來到30度以外呢 其實今天的話 溫度都還蠻涼的 感覺上呢 其實出門的時候 都一定要記得加一件衣服的 不過相對比起來的話 今天的水氣就會少一點點了 我們就來看到地面天氣圖 其實昨天的話呢 北部地區都是有在下雨的 那其實今天的話呢 可以看到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因為今天水氣減少了 但是東北風還是持續的在吹喔 所以一樣提醒喔 今天包括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出現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雨勢就不會像昨天一樣 一下子下的那麼大了 那至於其他地區的話呢 基本上呢都是偏多雲到晴的好天氣的 那麼中午出太陽的話 感覺上會比較溫暖一點點 但是傍晚過後一樣都是會變冷的喔 那我們看到這個鸚鵡強臺喔 它其實呢不會經過我們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其實它目前的路徑看起來的話呢 還是會朝著這個日本的方向去的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 有要到日本旅遊的朋友 一定要隨時留意喔 因為這鸚鵡颱風的話 目前看起來威力還蠻強的 所以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雨 所以你接下來幾天 如果要到日本旅遊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注意這個鸚鵡颱風它的動向了 那我們再來關心外幾天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其實今天的話 水氣減少了 所以北部地區除了像是基隆地區 會下一些短暫的陣雨之外呢 其實今天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那包括中部地區南部地區都是一樣的 東半部地區還是零星有一些陣雨喔 不過今天的話 整體天氣狀況來講 已經比起昨天稍稍的轉好一點了 而且呢 今天跟明天兩天看起來都是好天氣 但是一樣可以發現喔 日夜的溫差其實都差了將近10度左右 所以不只早上起床的時候 感覺上蠻冷的 傍晚過後 整個溫度也都會下降喔 這幾天的話 一定要注意小心感冒了 那我們再來關心今天詳細的溫度預測 金融市台北市新北市地區19度到24度 降影機率是20%到40% 桃園新竹苗地區18度到26度 降影機率是0 台中張化南投地區18度到28度 降影機率是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17度到29度 降影機率是0 高雄 澎湖 平東地區20度到30度 降影機率是0 雲林嘉義台南投地區18度到17度 降影機率是3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18度到27度 降影機率是0到10% 那麼今天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加件外套喔 因為今天早上跟晚上其實呢 都是蠻冷的 大概都只有20度左右而已 所以提醒大家了 今天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喔 那我們再來關心到農民力的部分 今天來到了農曆的9月12號 那也要提醒飯村的朋友 屬雞22歲還有82歲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時候 都要特別謹慎小心 那麼今天適合做的事情呢 一樣恰是嫁娶或是搬家 今天都還蠻適合的 不適合的事情也提醒大家了 像是如果你今天要開店的話 開市今天就比較不適合囉 那以上的資訊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再把時間交還給賢瑜 請問一下